真不敢相信和阿飘住在一起会这么欢乐 为了抢遥控器 两个阿飘居然吵了起来 还好胖胖连忙劝甲 并让他们去找房主翠花评理 可是翠花正对着自家超大的花园发呆 因为下午一对新人要来看场地 但是这么大该怎么休整 可是阿飘们却不识相的伙计活聊赶来了 一听翠花说自己在忙 两个阿飘马上着急了 还说现在给他们评理才是十万伙计的事情 翠花顿时郁闷了 还好胖胖再次把他们劝了下来 于是翠花只能解释 不接下这单婚礼明天我们就没饭吃了 一看这情况 诗人和西装男准备自己搞定 就像这样 划拳解决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诗人是被枪打了的 所以他只会比划手枪 可是没想到 西装男居然直接对着他出了个机关枪 还有炸弹 眼见双方都不按套路出牌 于是他们决定再换个方法 打拍球 可是看这个头 我却想起了个顺口溜 不知道你们想起来了吗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老贵妇忽然抽风一般的喜欢上了小黑 就像这样 紧接着老贵妇直接追到了楼下 然后又看到这样的场景 接着小黑去搬石巷 可是这场景更触动了老贵妇 顿时激动到不能自已 然而下一刻 她又跑了回来 却看到这样的场景 老贵妇再也忍不住了 可是逃跑时一时激动 却差点撞到军官 然而她的解释 却让军官误解了 老贵妇连忙解释 我喜欢的绝对不深 然而下一刻军官却意识到不对 她想起自己答了之前 曾经在这里埋下了炸弹 于是连忙找到翠花 但是下一刻 小黑居然烧起了杂物 紧接着意外发生 可是这时候喇叭声传来 这是看房子的人来了 小黑也反应过来了 于是翠花去拖住新人 小黑则赶快修整后花园 可是没想到新人说自己很想看到花园 一时间翠花也找不到理由拖住他们 翠花心想着这乱七八糟的肯定瞒不住 然而没想到的场景出现了 可是下一刻 但是以小夫妻和巴德阿飘的尿性 这个婚礼真的能成功举办吗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